昨天澳洲在周三市场依然是股市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这样一来的话澳洲在本周周一周二周三三天都处于一个下跌 而且美国跌幅还没有这么大 但昨天澳洲指数在收盘的时候下跌幅度达到了1.6% 其中不论是银行金融还是矿业资源都出现了超过2%以上的下调 中国方面昨天也有同样也没有出现上涨 上证指数大约回调为0.5% 深圳方面下跌为0.3% 但是上证指数中国的A股目前依然是在三个月的平均范围值之内 美国方面美国股市在昨天并没有像前一天出现大跌 昨天基本上三个指数里面有两个是轻微上涨 一个则原地踏步 那在其他方面黄金价格进一步上升 目前已经达到了1250美元级别 那石油方面也是 但由于是库存在增加 使得昨天的油价再次下跌超过1.8% 现在美国原油逼近了47美元一桶的价格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就来说一下的是 现在石油价格的这个黯然销魂 以及呢 黄金目前光环依旧 我们在过去几天看到的全球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股市啊 出现了大部分的回调 包括了这个欧美也好 像亚洲盘的话 像这个澳大利亚也好 特别是西方的这些股市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调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通常黄金就由于其避险的作用呢 使得黄金价格在过去几天都出现了一个连涨 金价呢 从大约是1210左右 目前重新返回到了1250 那至于黄金的避险功能 我在这儿今天就不跟大家重复了 今天主要说一个话题呢 就是从技术上来说 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得远一点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 黄金价格应该说呢 是一个从高到低 现在呢 逐渐在低 稳固的这么一个过程 金价从当时的大约是在1800左右呢 最低 跌到了大约是1030 特别是从13年到16年 这整整三年时间里面 黄金价格几乎都是在下跌 一直到呢 这个局面一直到2016年的6月 才得到反转 在周线级别上呢 黄金价格的走势 终于是实现了一个 短暂的上升 但是呢 在2016年的6月开始的这波上升 并没有持续很久 到了11月份 就是去年11月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美元开始发力 那时候呢 黄金价格就再一次回调 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美国股市 是出现了几乎是10年涨 11年涨 12年涨 在这种情况下呢 黄金价格就一路下跌 那么到现在为止 金价虽然从1210 重新回到了1250 但是1250目前依然是一个关键口 只有在1250周线级别 能够爬上 并且成功的站稳 7天以上 7天以上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黄金 在长期来看 才有可能会继续向上 因此投资者如果现在想要抄底黄金的话 目前还暂时需要等待 我们需要再确认黄金价格在长期走势上 7天之后 也就是说至少7天占满1250之上 我们才最终去考虑进场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同样 作为资源和商品的一个石油 我们知道和黄金不同的是呢 石油价格在去年是最耀眼的明星 从27块钱一路上升到了55块钱 但是如今在过去的一个月 从55呢 是再一次下跌 回到了现在的大约是47块钱左右 这个跌幅呢 也是达到了15% 那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因为这个美元上涨或者下跌 所导致的呢 其实如果我们来对比一下时间 可以看出啊 油价的走势 在过去的半年和美元几乎是 和我们知道的这个道理 几乎是完全相反 我们之前说过啊 这个大宗商品 以美元定价 那么第一是看买卖双方的需求和供给 第二点就是看其定价的货币 它走势 也就是说美元如果是升值了 那么以美元来定价那些产品的数值 就会少一点 那如果贬值的话呢 那自然而然 你要买一盎司的黄金 就要多付出一点美元 但是这样实际上的话呢 在石油身上并不是这么显示的 我们看到呢 美元价格从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之后是一路向上 但是呢 油价却并没有从去年11月开始下跌 反而在去年11月从4647块钱再一次起飞 达到了55块钱 而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 特别是过去两三天 美元价格的确是在回调 但是油呢 美元跌 油价也跌 这就说明一个呢 油价现在在短期之内和美元的关系呢 并不是说和它的美元升值或者贬值有关了 现在油价的走势 更多上来说呢 是由于现在的 比如说美国页岩油的产量 比如说中东是不是要延期限产 再比如说每周一次的美国原油储量数据 这一些东西反而成为了现在衡量油价的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我们其实要知道 虽然其定价货币的上涨或者下跌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商品的价格走势 但是其最终的定位还是来自于 其最终的买卖双方力量决定 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目前的油价在短期中期长期均属于一个下跌趋势 但是我们要说一句最后一句的是呢 如果我们把油价从去年2016年7月份的时候的最低点 大约是在4243块钱为7点 向上换一条斜线 2016年7月份的最低价 接着连接2016年11月份的最低价 再连接昨天的最低价 是刚好成为了一条斜线 那目前呢 这个油价在47块钱之上 只要维持在47块钱之上 目前就属于在一个 依然在一个上涨通道之内 还没有完全跌破 也就是说只要由目前能够维持在47以上不下去 那么油价的上涨还有希望 那么接着呢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说到的产品 今天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 我们油价啊 说的是美国清源油 我们看到的2016年7月份 底价大约是在40块一毛钱 41块钱左右 2016年11月大约是在43 以这两个底部作为一条底线 划线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昨天最低价 还依然是处在这条关键的斜线之上 所以说只要油价目前在这个价格之上 暂时油价呢 还不会出现太大的跌幅 但是一旦油价再一次跌破47块钱 超过24小时以上 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呢 油价就会奔着去奔着呢 去年11月的这个43的关口 去前进 那么这个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热门产品 那么之后呢 在今天晚上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时间 在这个晚上11点30分 每周一次 美国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再过15分钟 就是美国 澳洲时间 晚上11点45分 是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讲话 届时呢 将会对所有的产品 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